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章 测量与不确定度 那我们呢 直接借由范例一 来感受一下 为什么要学这个测量与不确定度 那范例一呢 它有甲和乙两位学生 分别用A和B方法 去量小英的身高 然后量的九次 量的九次 而甲生 甲生它有用这个辅助工具 辅助器材 乙生呢 看起来是只有目测 这样子 可是呢 他们测了九次以后 算平均值 结果却是一样 虽然说平均值是一样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张图 看出 甲生和乙生 他们的数据的分 离散程度 数据的分散程度 是不一样的 离散程度不同 那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甲生的数据 和乙生的数据 它的可信度 它的价值 它的品质 是不一样的 那各位觉得离散程度 要越低越好 还是越高越好 如果像乙生的话 它的测量结果 在 有169.6的 也有161.4的 它的跳动就比较大 那甲生的话 都在165到166.8之间 就是蓝色的这些 那甲生的这个数据 就是比较稳定的 那代表说 它测的这个 测量的应该是比较准的 它测到的值 比较没有变动 那这两个的数据 平均值是一样的 都是165.833 都是165.833 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用计算机按按看 我们按这个 乙生的B方法 给各位看 163.2加169.6 加169.4加 嗯 好呀按错了 按错了 163.2加169.6 加168.5加169.4 加168.8加164.2加161.4加162.6 加164.8 再除以9 结果是165.83 没错 那你如果去算这个A方法的这九个 你最后得到的平均值 也是165.833 这个是真的 你真的去算算看 它这样做的意义就是 它想要让我们知道 题目想要让我们知道说 就算我的平均值是一样 可是我的数据的可信度是不一样 那数据的可信度 就会跟我们高一数学学过的标准差 有一点关系 那这个标准差呢 各位以前学的是这样子 以前学的叫做母体标准差 母体标准差 它会是 把个别的 减掉平均值 然后平方 个别的数据 跟平均值的偏差 平方 然后再加到 假如有N个数据 就加到 第N个数据 减平均值 平方 这平方的意义就是 我们不要让它的偏差呢 正的偏差和负的偏差 我们都要算 都要算是有偏差 那不能把正的偏差 和负的偏差直接加起来 这样的话 会造成正负相小 反而造成偏差变小 所以为了要 为了要 真正考虑到它的偏差 所以我们会把偏差平方 全部加起来之后 再做平均 然后呢 再用开根号 让它回到 开它回到平方之前 这叫母体的标准差 可是今天呢 我们在物理的测量里面呢 我们是用样本的标准差 样本的标准差跟母体的标准差 很类似 只不过呢 差别在分母 差别在分母的地方 不是n 而是n-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详细的数学证明呢 要去请问数学老师 那我们这里只稍微的 讲一下的概念 如果说你知道全体 你知道资料的全貌 那你用的算标准差的时候 就用母体标准差 就比如说如果是 全班的分数 然后我们要算全班的标准差 考试的时候总是 每个同学分数不一样 然后我们有30位同学 然后呢 我们就有30个分数 那我们要算这30个分数的 离散程度 那我们就用母体标准差 可是在物理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标准差 我们是用在测量上 测量了一组数据 测量了一组数据之后 然后去算这些数据的离散程度 测量跟这个考试分数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测量其实并不知道说 那个物体真正的长度 真正的值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种叫做 不知道全貌 我们不可能知道 它真正到底是多长 比如说我量一支铅笔 那是我量下去的第一下 它的长度是真的吗 还是说我要量100下平均才是真的 还是我量1万下平均才是真的 其实是要无限次 要无限次除上无限 这样的最后的结果才是它真正的值 但我们不可能去测到无限次 所以其实是抽样 不知全貌 然后呢 我们做抽样 就是好像从无限次里面我们测了几次而已 那在这种抽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减掉平均值的影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我们的这个平均值啊 这个平均值 X bar 这个叫平均值 它其实 跟每一个数据是有关系的 跟你有几个数据有关 然后再去除以N 它其实是平均值里面内涵的 就是有个别的每一个 所以说这个 为了要扣除掉这个影响 这个其实平均值本身里面就有X1 然后平均值里面本身就有X2 那为了要扣除掉这个本身在平均值里面的影响呢 所以要减掉一个1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啦 那更详细的证明呢 就请去问数学老师 那总之我们在物理的测量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样本标准差 底下的这个N 就改成N-1这样 那从标准差我们可以得到数据的离散程度 但是呢 我们最后其实是要把它表示为不确定度 不确定度 那不确定度呢 在测量的这个部分 它有一种 因为测量而来的不确定度 是叫做A类的不确定度 那这个A类的不确定度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为UA 表示为UA 不是μ是U UA 那UA就会是标准差S 样本标准差 再去除上根号N 这个N也是这个N 就是这个次数 这就是不确定度 A类的不确定度 那为什么要处理根号N 这也不是我们高中的程度 这阶段我们可以回答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微积分去处理 才可以去说明 为什么要处上根号N 那所以我们只是介绍给各位 说不确定度其实就是 要本标准差处上根号N 那我们来代入数字看看 它请我们写出A方法 这个假升它测到的数据的不确定度 它很好心的帮我们把标准差算出来了 0.5244 所以对于假升的A方法来说 它的不确定度就应该会是 0.5244去除以根号9 那我们来算算看 0.5244除以根号9就是3 结果是1.73 0.1748才对 那这里有一个重点是 我们必须要取两位有效数字 这是规定 就是我们不会说 把这个标准差算出来一定是一大堆数字 那我们不会把这些数字全部都写出来 我们只会取两位有效 那关于怎么样算是有效的位数 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说 那像是这个0.1748我们就会把它写成0.18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48为什么会直接消掉 而不是四则五入呢 为什么不是写成0.17呢 因为呢 这个代表的不确定性嘛 这个0.1748代表不确定性 那不确定性呢 我们不会人工把它消掉 我们不会自己舍去它 我们宁愿让它敬畏 让不确定性大一点 可能性宽一点 保守一点 我们也不会自己主动的用人工的舍去 然后就说它变得更准 不会 我们不会把它自动舍去说它变得更准 我们宁愿它保持它的不准 甚至我们直接无条件敬畏 无条件敬畏 让它变得更不准一点点 让它的可能性更宽 这样比较保守 比较是一个 不会说因为人工的关系 而把它的修改到不准 不确定度让它变得更准 我们不希望说人工去修改到 让它变得 看起来好像变得更准 我们要避免这个 所以我们就无条件敬畏 这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们 不会去人工的舍去这个不确定度 因为你舍去 变得不确定度变得更低 但是实际上算出来 它是有不确定性在 那你怎么可以自动把它舍去 变成 我说不确定度变得比较低 我们宁愿让不确定度高一点 让它更宽松一点 也不要去直接把它舍去 所以大家的规定就是取两位有效数字 然后且无条件敬畏 所以就变成0.18 0.18 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那这个3.2326呢 3.2326也是一样测9次 所以除以根号9 也就是除以3 它是1.0775333 这是以的 以它的A类不确定度是 是3.2326 然后除以根号9 然后结果是1.0775333 1.0775333 那一样哦 也是我们取两位有效 且无条件敬畏 那这会变成这样子 两位有效变成这样 1.1 所以这里写1.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写出最佳估计值 最后的数据表达呢 会是最佳估计值X 然后再加减不确定度 那我们现在不确定度 目前只有介绍A类的 这样子 那以假而言呢 假 它做的A方法而言呢 它的不确定度是0.18 那它的最佳估计值 就会是这个平均值 但是呢 我们会去对齐 对齐这个不确定度的小数位数 这样子 好 所以0.165.8333 后面的3就不用了 我们只到想数点下第二位 所以最佳估计值就会是 165.83 那如果是1的话呢 就会是 我们先看它的不确定度 是加减1.1 那前面的话就会是165.8 那这边的话就是四舍五路 就没有无条件敬畏 前面的这个平均值的部分就是四舍五路 那这里就是指到小数点下一位 所以我们165.83333 我们也留到165.8而已 这就是以的最佳估计值 那最后的测量结果就是像这样子写 就是像底下的这样子 所以最后测量结果写成165.83 加减0.18 那以所测的呢 就是165.8 加减1.1 那希望各位从这个例子里面你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需要写出不确定度 因为呢你只有靠平均值是看不出这个数据的价值 它是不是精准 它是不是变动很大 那必须要有标准差 然后呢算出不确定度来表示 所以第二小题 你觉得哪一种方法品质比较好呢 那就自己想想看吧 你觉得假生它用的方法比较好 还是以生用的方法比较好 那为什么呢 从数据中你可不可以说明你的理由 好就讲到这